下面呢咱就进入到一个新的支点 一个进入一个新的支点 这个呢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多任务 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呢给大家提过一个词语 Linux它是一个什么什么的套作系统 多用户多任务的套作系统 没问题吧 多用户大家应该理解 就是我通过SS一次 可以远程登陆同一台电脑 同一台电脑里边是不是可以有N个人一起套断 这叫多用户 多任务怎么提前 你就看我嘛 我开的虚拟机这是一个软件吧 我开的浏览器吧 我开的终端吧 我开的这个吧 这不都开的吗 是吧 我还开的录屏 我还开的广播 这都属于多任务 那么怎么实现多任务 或者是多任务 它是怎么才能做到的 它有什么好处 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天要研究的东西 我给大家抛一个问题 咱们大家设想一个场景 咱们在应该是在讲UDP的那天的时候 咱们最后是不是做了一个简单的 是不是一个聊天 还记得吧 你发我数据 我发给你 你发给我是不是我发给你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我在发数据的时候 我应该是收不了 我在收数据的时候 在收的数据过程当中 如果数据没有到来 是不是我敲键盘 是不是太不响应我吧 这就显示了个问题 一个代码里边 我又想两个地方 或者是多个地方一起之想 那么学完今天咱们讲解的现成之后呢 这个问题就解了 最后 整体上咱们先设想一个场景 在脑子里想一下 今天咱们学的这个多认为 这个现成 学完之后是干什么呢 你一个PR文件里边 可以有多个函数一起跑 你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吗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解的多任务 一个函数去执行一件事情 另外函数执行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有多个函数一起执行 这不就是多任务吗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好了那么多任务有什么好处呢 同学们稍微更直白一点 我接下来咱们写个程序 咱们先看一看 没有多任务会是怎么样子的 好了 VM01 没有多任务的程序 点PY 我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我先这样 if下滑线下滑线内幕下滑线下滑线等于 一定要去模仿 我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带两个等候了两边 是不是各控一个控格 你天天见 你一定要去模仿这个东西 基本上这就是一般开发者都这么写 那至于我不怎么写行不行了 行 但是你这么写 这样你老大会更舒服 开代码的时候 我去掉一个曼函数 那么我去掉一个曼函数的时候 曼函数里边干什么事呢 曼函数里边去掉两个子函数 那么这两个函数 比方说第一个是唱歌 是怎么写吧 123123 来写这说明 唱唱唱唱歌 然后五秒钟 咱们怎么去模拟这个五秒钟呢 for I in 同学们学过range吧 range我接下来写这个五 是不是相当于从零到四啊 好了开始 那么接下来循环五次 循环五次我五秒 请问同学们我怎么办 time to sleep 接下来一 是不是五秒了吧 那用到了time模块 我接下来干什么呢 导入模块 来什么 这是每一秒 是不是这些意思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在这 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 比方说 这个什么呢 这个 听过什么歌 有一个首歌叫菊花台 有这首歌吧 有吗 还是没有 那叫什么呢 叫菊花茶 菊花茶 可以 来 比方说我正在唱 正在唱 唱唱唱 菊花茶 好了 这个函数 是不是 循环五次 第一次先干这个事情 然后紧急地延续一秒 第二次再干这个事情 再循环一秒 请问是不是来来回问 是不是这五次啊 所以说总共需要五秒钟的时间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又干了一件另外一件事情 干什么呢 Y复制一份 然后在下边 在下边 P 粘贴 函数和函数之间空两个行 函数和类之间也空两个行 听懂我想说什么了吧 空两个行 你看第九行第四行之间空的 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函数 后面也有个函数 它们之间空两个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不叫SIN了 DW DW 你看我看到这 同胞看上这 DD是不是整个一行三了吧 U是撒销 那么你干什么呢 你先撬一个D 然后撬一个W 那么从当前光标所在的单词开始算起 这个单词就被删了 DW DW 好了 比方说跳舞 跳舞怎么想 Jump 是吧 Jump Dump Dump 怎么想 DUMP DUMP 是吗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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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这个单词 这也不会写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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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呢 跳舞了 跳舞 跳舞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只是简单一学了 比方说正在跳舞 跳舞 好了 这个哥们是不是也是循环五次了吧 接下来我干件什么事呢 我就想让他在两个一起知晓 那么我先调一下Thin 然后我再调一下Dance Dance 来请问同胞 接下来效果应该是什么 这百分之百是先把这个函数调用完之后 就是五秒钟执行完了之后 我接下来是不是太执行这个哥们了吧 百分之百 来 Python 三 零一 对不起 一 二 三 四 五 接下来 你看 是不是在跳舞 是不是跳舞次了吧 那么也就是小同学 咱们整个这个程序运行下来之后需要十秒钟 但是真正的我应该把唱歌和跳舞整个阶段 是不是合成一起执行的效果 是不是应该五秒钟是不是才行了吧 所以说呢 这种时候就很尴尬了 就好比一个歌星先唱 先站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 先把这个歌唱完了 然后再去把那个舞跳上 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 对吧 所以说同胞 没有多任务的时候 你想执行这种一起执行的多个函数 是做不到的 那么今天咱们学了多任务 学了之后的 你干什么呢 直白的讲同胞 这个函数 和这个函数 可以一起执行 听着我想说什么东西了吧 可以一起执行 好了 咱们不是想要学习多任务吗 那么咱们怎么去完成这个哥们 你跟着我的数据走 我给你先写个简单的 好了 咱们copy copy02 copy01 然后叫02 使用多任务完成 使用 就这样吧 多任务 线程 demo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实例 VRM02 那么这个哥们我怎么做 他才能够一起执行呢 看我这 我import一个东西叫threading 就是导入了另外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里边呢 有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threading 第二 然后它这里边有个东西呢 叫做target 等于你先不用管它怎么写 你先看我 你先看我 然后等于sing 然后呢 前面有个东西 t1 然后呢 这个地方 yyp 然后这个地方呢 换成2 好了 这个地方呢 叫做dance 接下来t1.start 好了 yyp 然后换成2 ok 删掉 删掉 我把刚刚调用的sing函数 和当时函数 说换成了这几句话吧 那么将来之后的效果会是什么呢 排成3 大家看 是不是不一样了吧 那不一样对自己的体现是什么 是不是一起执行了吧 大家再看 什么是多任务 怎么理解这个词语 也就是说多任务对于咱们一个程学而言 就说老师或者是东哥 我能不能写个程学 让这个地方 让这个地方一起执行 大家没发现 现在是不是一起执行了吧 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讲解的多任务的一种方式 就是现场 过会的时候咱们就详细讲 这么说能理解吧 这就学多任务的目的 你写了一个大函数 你写了一个大函数 一起执行就可以做到 咱们原来在基础部 要做那个飞机大战的时候 大家试一下一个场景 我先去调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调完了 我再去调下一个 这个调完了 我再调下一个 是不是这么调的吧 你学了如果 学了多任务之后能干什么呢 比方说界面的刷新 可以单独执行 然后判断子弹 是否碰到第二个 碰到敌机 单独判断 然后甚至是播放声音 都可以做到 那么咱们原来的时候 咱们用的PR game 是不是用了这个模块了吧 PR game 咱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咱们今天是告诉你了 通过PR game 咱能做出一个东西来 那么PR game 确实实实是 功能是比较强大的 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做一个植物大量僵尸 你听懂了吧 可以播放音乐 可以播放音乐 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都是可以做到的 好了 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简而言之 这就是多任务的一个体现 多任务的体现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那关键点是 多任务 它怎么让操作系统 就完成的呢 或者是多任务的概念 又是什么呢 通道 接下来咱就回到这个概念 咱就了解了解 所谓的多任务 大家应该现在有个感觉了 就是一个程序 运行起来之后 还可以一起干这个 一起干那个 是不是还可以一起干那个呀 这就是多任务 就好比是一个 一个母亲一样 是吧 又得看孩子 又得做饭 又得又得 什么做家务 乱七八糟东西 所以说 所以说同学们 当你真正在挣钱以后 切记 你的第一份工资呢 是要给家里的家人的 听懂了吗 给谁呢 你父母 你爷爷奶奶 如果还见贷的话 都要给他们 都要给他们 不要给女朋友 给他干啥呀 你给了他是没错 是你好了一年两年 第二年的时候 你俩又分了 请问你花哪些钱 不就打了票了吗 你又说 东哥我记里的经验 这个经验有什么用 你说有什么用 知道吗 所以说同学们 就切记 我原来的时候呢 我就是这么干的 我好像应该在实习的时候 是零几年 零六年还是零几年 零七年 我实习的时候呢 干什么事呢 我把那个第一个月的工资 我实习多钱了 一个月一千几 一千五还是一千几 干了两个半月 一共挣了不到四千块 花了一千五百块钱 家里边每个人都买了个衣服 很多年之前花了一千五 我是敢花钱的 我一想我挣两千块钱 我都花了都没问题 因为我花的有意义嘛 对吧 父母一身衣服 姥姥一身衣服 爷爷奶奶都有 最终你回家的时候 你看这个事情就很棒 所以说呢 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做 一定要孝顺 一定要孝顺 好了 那么多任务 简单言之 一个程序 有多个地方 一起的执行 能理解吗 这也是多任务 那么多任务 它到底是怎么才能一起执行的 我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原理 最挑 这个呢 当作一个简单的了解就可以 但是呢 这个过程你得理解 我以单核CPU为例 请问 我首先问第一个问题 请问什么是CPU CPU是用来干什么的 CPU好比一辆汽车里面的发动机 是整个电脑里面最核心的芯片 那么CPU它会在哪里面放的 CPU就是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会在你的电脑里面 有一块电路板 在那个电路板上焊着 就焊接着 这个CPU的好与坏 直接影响着 将来你这个电脑的运行 这个速度快慢 有的人说了 东哥我用我的手机玩 去玩农药的时候相当卡 我用我同时那个手机玩农药 它就不卡 什么导致的呢 CPU 这是最核心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影响 但是最核心是CPU 我买了一个200马力的发动机 和买了个20马力发动机 那这样绝对不一样 你的可以拉20吨的东西 我顶多拉200斤 200斤 CPU是整个 你的电脑上最核心的 那个物理硬件 那么将来 你在你的电脑上运行的 所有的程序 包括你写的Python代码 最终实际上都是扔给CPU CPU是不是一个硬件了 硬件才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 这样子们 给大家说 单核CPU又意味着什么呢 单核CPU意味着同一时刻 只做一件事情 那么你的CPU是几核的呢 你可以考虑考虑 你原来买你的电脑 你是几核的 双核CPU 那么也就意味着 同一时刻有两个核在做 这个做这个的事情 这个做这个事情 单独可以执行两个一起执行 那么说理解了吗 如果你现在再去买电脑 基本上就是四核的 四核的CPU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同一时刻只有四个一起在做 原来我的电脑 我花了好几千 才买了个四核的呀 是的 已经不错了 不过想买个八核的行不行 行啊 两万块钱 你任何就买个十六核的 都买一天 那么这个地方 所谓的核数越多 理不上讲 你的运行速度越快 那么我以单核CPU的 这样一个整体的架构为例 那他接下来是怎么完成 多个认为一起执行的呢 他们注意点 QQ 微信 微博 默默 在四个程序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吧 应该是最后这个 用的最多 是吧 这个肯定是这种情况 你的这个什么定位 从来没有关过嘛 这个东西应该用定位 他们我在教你一招 如果你是安卓的手机 把安卓越语之后呢 可以安装很多的 模拟定位的软件 你把你的定位 模拟到某个大学的里边去 你懂了吗 接下来你附近的人 都是大学生 可以理解 不知道这个吗 可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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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什么数的 什么什么什么 经济学院呀 搞经济的 是不是差不多都是女生 就可以了 比师范学院 基本上都是女生 好了那么看上 我现在呢 有四个程序要运行 如果是单核CPU的话 理论上讲 只能有一个程序 在运行 你听到我意思了 但是为什么 我的电脑里边 还能够看到 或者是我的手机里边 能够看到 在四个程序 一起在运行呢 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看 我给大家说了 核心点 单核CPU最低 核心单核CPU 就是它只能同时 干一件事情 你让我干A伏 我就只能干A伏 我不可能又干A伏 又干Y伏 我不能做到 我单核只能做一件事情 我是怎么完成QQ 微信微博 它在我的电脑上 同一时刻执行的呢 我先让QQ 请问 只要我想完成多任务 咱们原来介绍过 是不是操作系统啊 我运行的这些软件 都是在我的操作系统 才运行的 那么我的操作系统 做了一件事 你什么呢 他说来QQ 你过来 把QQ拿过去 QQ说干什么 你还干什么呢 我让你过来不进去执行的吗 来QQ 你的代码是什么 来开始执行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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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我让他执行多长时间好呢 我让他执行一个非常小的时间 比方说 我只让他执行 0.000 0.000 这个点 01秒 秒就是S嘛 可以了吧 这个时间是不是很短 对于咱们而言 但是对于CPU而言 一秒钟 能执行好几百万次 所以说呢 没问题 一秒钟执行好几百万次 0.001秒 已经执行很多很多次了 这么说的意思吧 我说来QQ 你先过来执行 0.0001秒 Q说好了 我执行完了 来出去 然后说微信来过来 执行0.0001秒 出去 微博 然后 默默 然后再出去 出去之后我在干什么 来QQ又到你了 过来 然后呢又到微信了 来过来 请问他们 我只要来回转 又因为我切换了相当快 最后什么效果 最后什么效果呢 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了一个效果 就是QQ 微信 微博和默默 是不是一起戴自相 所谓的这个一起 同学们 是不是应该是加双引号的一起 这个一起是个假的一起 没问题吧 但是 为什么咱们确实实是说他们一起来运行呢 因为人分不清 但实践是假的 来同学们 看这个图 是首帆书动画了 是吧 咱们在据书边的时候见过历史的东西了吧 你看过这个位置 这确确实实是一本书 每一页上放的这些东西 我只要翻得足够快 或者是这本书上我翻得足够快 大家没发现 是不是就是连在一起这么一个动画了吧 是吧 你们原来在去做 技术班的那个 那个什么飞机大战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就是 弯处一直在循环啊 才完成了一个动 动画的一个效果 对吧 言外记忆 我想说的是什么 只要你让这个程序切换的速度足够快 让人分不清 你是先知性他在出去的 先知性他在出去的 是不是最终咱们 人是不是就看到这四个软件 是不是一起在进行了吧 这就是实现多日用的一种策略 那么这种策略呢 咱们就称之为 时间片轮转啊 时间片轮转 所谓的时间片轮转 就是说我给你分配一丁点时间 让你运行 然后到了之后 再回复通讯运行 那这就牵涉个问题 这个0.0001秒 是否会满足QQ所需要的所有的时间呢 绝对不满足 你的QQ有可能一天都挂机 挂一天24小时 那么0.0001秒 他做不完 不够怎么办了呢 先运行0.0001秒 请问你是不是已经运行过0.0001秒了呀 我这一圈执行完之后 不是又到你了吗 你再运行0.0001秒 请问你接下来 你们四个基本上都是一起在执行的 是不是将来我每一天我都在运行的 是不是相当于看了QQ和微信默默 是不是一起来跑吧 最终实现多任务 好了 我说一点 单核CPU里边 你让讲同一时刻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想完成多任务 是假的 你听懂吗 我先让你跑一会 我再让你跑一会 那么就实现了多个一起在执行 对吗 这个有一个词语叫做雨露均摘 听说过吗 啥意思呀 就是我让你执行一会儿 让你执行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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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大家都得到了执行的机会吧 最终这个事情就好办 那么如果我要是这样的QQ 我不放松 那么最终肯定也不行 你说这个道理吧 因此呢 这个时间片轮转 对听了 是操作系统说了算的 操作系统的调度算法 那么除了这样的时间片轮转之外 还有什么调度算法的比方说 优先级调度 什么叫优先级调度呢 我打个比方 我的一个程序 基本上呢 什么呢 你想运行也行 不运行也罢 你晚那么零点零一秒也没问题 你早那么零点零一秒也没问题 即 这个实时要求性的不太强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用太严格要求了 但是有一个程序 它要求比较严格 打个比方说吗 我播放一个IP3 你耳朵听到的那个声音 请问是不是硬件发出出来的了 想要硬件发出出来的那个声音 一定是CPU去控制那个 那个那个小喇叭 去播放声音 它也出来吧 那么声音是连续的模拟声音 听懂了吧 如果是电路里边呢 或者是一个叫模拟信号 其实就是模拟这个东西 简而言之 你不能断 不能断开 如果断开就说 我停两秒钟 不行是吧 这不行 好了 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完成多任务 实现的一种手段 多任务就这么多的 那么我刚刚给大家 写过的一个程序 来头吗 咱们回头来看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到回头来去看这个东西的话 是不是也就是说 对于操作系统此时而言 我可以调度这个 我接下来四次 我也可以执行这个了吧 我要是想执行这个呢 这个函数就运行 我要是想执行这个呢 这个档式就在运行了吧 所以说呢 你把此时的SIM和这个档式呢 你就把它理解为这个地方 他和这个他 是不是就完全可以执行了吧 一起在跑 实际上是什么 假的多任务 那么有人说了 东哥 这单核CPU同一时刻 只能完成一个 那么我想让我的电脑快点 我怎么办 这就是你今天买电脑的时候 你说老板我想玩游戏 你给我整个电脑 给我整个快点的 你的电脑基本上就是四核 听到我意思吧 四核有点什么 QQ站在港 微信站在港 然后把它们移动到最后面 微信站在港 来 微博站在港 默默站在港 请问还需要切换吗 是不是一个人站在一个 坑里根本就不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请问 他们四个 是否是假的一群行 还是真的一群行呢 真的 那么咱们就这么称呼 他们这几个词语 如果是真的 四个程序一起在跑 那么咱就称之为这种方式呢 叫做并行 并行 兼并兼一起之想 就是真的多任务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呢 咱们有个词语叫做并发 那么这种时候是假的多任务 这么说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那么也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 如果当前我有八个任务 只是说有八个程序 请问他们 你觉得将来一定是并行 还是一定是并发 一定是并行 还是一定并发 你看啊 两个QQ 两个微信 两个微博 两个默默 一定是并行还是并发 你就想 这个赞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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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还是四个呢 那么请问 是否也就是说 出现了一个效果 所谓的并发 怎么理解 CPU的数量 小于我任务数 一定是有一些在知情 有一些是不是不在知情 这一定是假的多任务 通过时间片轮转 或者是优先级调度 这都可以实现 优先级调度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播放声音的那个 优先级比较高 就叫优先级调度 那么也就是说 任务数 多于CPU的核数 咱们往往称之为 它就是并发 那么如果要是真正的 你的CPU的核数 如果要是大于等于任务数 那么它一定是什么 并行 所以说真正的 真的是多任务 这是真的 但是同学们 咱们话又说回来 你的电脑里边 基本上是什么的 并发的 为什么呢 你看 你的音乐 听歌的播放的 你的讯理开的 你的路啊路开的 你的外挂是不是也开的 然后接下来 你的其他的 沃尔的文档也开的 你下来很多东西都开的 是不是一定会 答应你的CPU的核心数 一般情况下 你的电脑 我告诉你 在咱们版里边 你认为你的电脑 配置高与低 怎么办 看看你的CPU的核心数 如果是四核 这就算高的 当前而言 这就算高的 八核 那就算是比较高了 八核算是比较高了 好了 这就是整体来实现的 这么几个概念 同学们 问一个问题 这个是并行 还是并发 这个图 这个魔术师在 往天上扔球的 这个 我看到的效果 是八个球在天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 加上手里边 又不是八个球 我看到是八个球 是一起在跑了吧 且问八个球 一起在跑 但是他真正 只有两只手吧 所以说 真正干活的是 那两只手 但是他现在有八个任务 请问这是并什么 并发 对 基本上今天 咱们所说的 多任务 基本上都是 假的任务 既都是并发的 这么说能理解吧 好了 并发的概念 以及多任务 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刚刚呢 我就给大家讲讲一下了 接下来花两分钟 同桌讲一遍 你讲一遍 开始